看一部电影《踢百无人生》 这里是唐司律说电影 今天来给大家带来 由网友 眼里只剩你 臭皮猪 黄族紫金花 QWQ小耳朵 儒雅的龙骑士九 推荐了一部电影 饥饿站台 一群着装统一 受益精益的精英厨师团队 从食材选取到加工制作 每一道工序都在主厨的严格要求下 不允许出一点差错 如此高标准的丰盛大餐 到底是为了谁而准备的呢 格伦醒来的时候 发现他处在一个灰色阴暗 中间还有方形坑的房间里 对面的狱友崔马告诉他 这里叫监狱坑 他们所待的层数是第48层 上面有47层 下面还有更多层 格伦伸出友好之手 想和崔马结为朋友 崔马并没有给予回应 听语气 他似乎在这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初来乍到的格伦 想从他身上了解监狱坑的运作情况 他只说每个月会换一次层 48层还不错 至少不会饿死 格伦主动朝下面的人打招呼 崔马却立马打断他 说他们是下层人 不能和他们有交流 就在这时 绿灯亮了起来 顶部缓缓下来个平台 上面的食物都只剩冷饭残渣 崔马却切入了疯狂进食模式 站在原底的格伦一口没吃 如果说每一层都有两个人 那从47层降下来的食物 就是被94个人吃下来的剩饭 崔马忙着吃东西不想理他 格伦看他吃得那么凶 心虚地拿了个苹果留着 崔马笑而不语 几分钟后平台降了下去 崔马喝完瓶里剩余的酒 往底下扔脚空瓶 还吐了口水 格伦问他 要是上面的人也和他一样 对食物吐了口水呢 崔马淡定地说 他们很可能已经做了 现实就是那么个现实 不吃就得饿死 没过多久 48层忽然变热了起来 崔马说待会还会更热 热到把他们烧死为止 原来平台只有停在这层的时候 食物才会是他们的 私藏食物会遭到热死和冷死的出现 根据崔马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 监狱坑每个月会换一次层 下层人只能吃上层人吃剩的食物 食物只有停留在该层的时候 才能进食 进食时间有限 人还不能私自藏食物 其他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坐牢 思来想去 格伦决定拿自己来这儿的原因 和崔马交换更多信息 首先他不是罪犯 他只是听闻这里的管理系统很好 自愿进来检验 提高自控力 所以女接待员问他想他什么东西进来的时候 他带了一本唐吉柯德的书 他们还说 等他待满六个月 会给他颁发一张荣誉证书 听到此的崔马缓缓坐了起来 要是六个月能颁发一次荣誉证书 那他应该可以拿两个了 他在这里都一年了 不过他和格伦不同的是 他不是自愿来的 他意外挫伤了人 事后他们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个是去精神病院 一个是被关进这里 他选择了后者 而且机制地带了把刀进来 格伦问他这里有多少层 他说他去过最低的是132层 不过那下面远不止132层 可平台食物到他那层 早只剩空盘 更比说下面的人 格伦知道 人是没办法坚持 一个月不吃东西的 那崔马当时 又是依靠什么活下来的呢 听到此的格伦 决定劝说上面的合理分配食物 崔马好心劝他放弃 这里的人没他这么高的觉悟 说不定他们就是被饿上来的 某天上面突然掉下来个人 磕到他们层的时候 血溅了格伦一脸 崔马对此尽怪不怪 格伦想起他在132层的时候 没有食物也没有饿死 而他带进来的东西 又是一把刀 他不禁怀疑 崔马是不是杀了狱友 并吃掉了对方 就在这时 平台下来了 这次的台上 却多了位受伤的亚裔女人 格伦想帮他 女人警惕性很高 崔马说他叫米哈鲁 每一个月都会下来一次 说是要找儿子 格伦震惊 监狱坑里居然还有小孩 他再次试图帮米哈鲁 米哈鲁挪开了手 崔马好心全格伦离他远一点 据说他下来之前 都会杀死自己的狱友 说不定那个掉下来的人 就是他弄的 崔马解释 他在132层的时候 没有杀过人 他和狱友吃的是 上面掉下来的尸体 后来狱友服刑时间到了 肯定拿了他说的什么证书 干大事去了 虽然他们吃了人肉 但他们没有杀人 听到此的格伦 才对崔马放下心来 米哈鲁跟随平台 抵达了49层 49层的流氓 拖下他将解决生理需求 伴随着几声惨叫 米哈鲁杀死49层的人后 重新回到了平台 接下来的日子 格伦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现在的他 只想赶紧二万六个月 逃出这个鬼地方 无聊的牢狱生活 让他早就把书看了个遍 现在他还被催马要求 把唐吉科德 当睡前故事讲给他听 每到晚上的时候 深入底下的平台 会以高铁运行速度 迅速回到顶部 一个月就这样 相安无事地度过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却被五花大绑地绑在了铁床上 这里是171层 是个不好的层数 可想而知 他们是吃不到任何食物的 新鲜的催马 早留了一手 把格伦绑起来 如果上面有形掉下尸体 他就可以放过催马 如果没有 他就只能对催马下手了 不过 他也不是完全不念旧情 他会先饿几天 看看有没有其他食物来源 而且他也不会杀死格伦 只在他身上去点肉 为之所需 他只剩两个月了 他不能死 撑过他就可以出去 格伦也很绝望 昨天还是互当晚安的朋友 今天就成了要吃自己的敌人 平台降下来后 不出意外的空空如也 只无疑更加大了催马 对自己下手的几率 没过几天 催马就拿着他的刀 准备搁格伦大腿上的肉吃了 米哈鲁的出现拯救了格伦 他把刀递给了格伦 让他亲手解决了快死的催马 为了照顾腿伤的格伦 他还割下催马的肉 自己嚼烂了喂给格伦吃 第二天 米哈鲁又随平台下去了 格伦的一个月 则通过吃催马的肉活了下来 如果说一开始的格伦 是个无功害的小白 那从他杀死催马 以及吃人肉的那一刻 他知道 这里更像是个生存竞技场 再次醒来的时候 格伦来到了33层 新育友是一位养狗的女士 名叫伊莫 狗的品种是腊肠犬 格伦告诉伊莫 腊肠犬到了这里 更像是个腊肠 伊莫说他记得格伦 他是这里唯一一个要求 带收进来的人 别人都是枪 十字弩 去辨别后发现他就是当初接待他进来的女接待员 他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记忆回到那天 他们第一次碰面 伊莫按要求咨询了格伦一些问题后 便问了格伦最爱吃的食物是什么 格伦想了很久 最后告诉了他 伯根底蜗牛 伊莫对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原因 别人都是犯过错进来的 而格伦却是自怨 其实他也是自怨 格伦猜他是不知道这里的状况 正常人不可能在知道的情况下 还会主动来这个地狱 格伦问他这里有多少层 他说200 格伦告诉伊莫 他们提供的食物没办法供应200层 很多人都只能饿死 伊莫却认为 要是每个人都只是自己所需要的 食物就能抵达最低的楼层 虽然在这里很难实现 但外面的世界不也一样 他相信监狱坑的垂直自我管理中心 最终会引发自发性团结 没过多久 食物下来了 格伦立马吃了起来 伊莫却开始摆盘子 他说要从这一层开始 给下层人灌输 只是自己所需那份的观念 只要每层人都为下一层的人准备定额食物 相信最底下的人也能吃到东西 事实证明他想得太天真了 因为他连34层的人都没有劝说成功 格伦不禁嘲笑他所说的自发性团结 若是管理局想通过这种模式 让他们产生内部团结 自觉只吃自己的食物 那是他们太看得起人心了 伊莫坦言 他为管理局工作了25年 上面的每一个决策 他都认真完成 他相信只要他用心劝 每天劝下面的人迟早会有一天被他说服 格伦就在一旁看热闹 他可是从171层上来的 他知道那底下有多恐怖 得益于33层还有足够的食物 他的腿伤也一天天恢复起来 说实话 他明白伊莫的出发点是好的 只是要是人人都能做到那么自觉 他们也不会因为犯错被关进来 某天他实在不忍楼下的人 一点都劝不动的态度 就威胁他们 要是不遵从伊莫的命令 他明天就在平台上拉屎 并把屎抹到每一粒米饭上 虽然很不道德 但总算走小了 第二天 下来找R4的米哈鲁受伤了 格伦把他从平台上抬了下来 叫上伊莫一起照顾其他 与此同时 伊莫的狗趁他们不注意 爬到了平台吃东西 没过多久 这层突然变冷了起来 是狗头拿了食物 反应过来的格伦 抢过食物扔了下去 这早上气温回归了正常 夜晚时分 一声狗叫吵醒了梦中的格伦 米哈鲁和伊莫打起来了 因为他杀死了伊莫的狗 平台下来的时候 米哈鲁继续坐他下去了 格伦说他要下去找儿子 伊莫却告诉了他另一个真相 十个月前 他第一次接待那个女人 他独自一人 没有父母 没有孩子 他的职业是一个电影演员 幻想成为亚洲的玛丽莲梦露 进来的时候 他选择了一把优克里里 但是现在 他成为了一个疯子 杀人犯 还在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孩子 经历了这几天 伊莫也逐渐意识到 一开始坚持的自发性团结 在这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他懊恼过去八年里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一个接一个地 把人们送进了监狱 现在他也到了这里 他还有一个秘密 没有告诉格伦 其实他和癌症抗争了三年 留给他的日子 早已为数不多 取材 清洗 撒盐 烹煮 黄油 洋葱大蒜 将准备好的酱汁 淋到煮熟的蜗牛上 再放入微波炉中 加热入味 最后一步是精心的摆盘 这份伯格蒂蜗牛 被放在了一堆美食的里面 上面摆放的食物 是美味入狱前必问的问题 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管理局都会请精英的厨师团队 把他们爱吃的食物 加入菜单里 做出来 并放在零层的平台上 等于于蜗牛太小 吃起来不方便 第三十三层的格伦 这次偶然发现了自己的最爱 他叫伊莫吃点东西 今天是他们在 三十三层的最后一天 不吃饱一点 说不定明天就吃不了了 失去爱狗后 伊莫的精神支柱就倒了 第二天 他们出现在了202层 伊莫自杀了 不知道他是不想被饿死 还是不能接受管理局骗了自己 他以为的200层 结果却到了202层 很显然 底下还有层数 伊莫的自杀 给格伦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他开始出现幻觉 死去的崔马和伊莫都找到他 叫他吃掉伊莫的尸体 继续活下去 他忍了很多天 把自己带来的书都吃掉了 为了分散饥饿 他开始计算平台下落的速度 推算出从这里到下面 大概还有多少层 夜晚 崔马就把他的刀拿给格伦 鼓励他吃掉伊莫 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抵达了第六层 离顶部最近的一次 新宇有巴哈 带的工具是绳子 正在一个劲地 劝服五层的人 用绳子拉他上去 五层的人表面同意 又在他快到的时候 往他身上拉屎 巴哈掉了下来 格伦及时拉住了他 但他唯一爬上去的工具 绳却掉了下去 巴哈陷入了绝望 终日闷闷不乐的 格伦丢了个苹果给他 鼓励他要振作 如果说崔马的死 令格伦蜕变 那伊莫的死 使他明白 唯有反抗 打破这个变态的机制 才能真正解脱 夜晚趁大家睡着的时候 格伦对巴哈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邀请巴哈 和他一起去守护食物 让底层的人 也不止一个死 前提是 他们得找到一个 很好的傍身武器 否则 他们没下几层 就会被干死掉 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打破监狱坑的机制 也就是实现 伊莫科里所谓的 自发性团结 熬到大家出狱为止 他在202层的时候 计算过楼层数 估计数目是250层 巴哈问他 要是食物分完了 还没有到底怎么办 格伦说 他们就可以跟着平台 一起上去 完成他白天想要做 却没有成功的事情 巴哈心动了 第二天 他们拆掉了铁床 卸下了铁棍 企图用暴力恐吓的方式 威胁进食的人 为了保证 下面的人都能吃到食物 他们决定 让前五只层 通常都能吃到食物的人 净食一天 从而为下面的人 争取更多机会 这其中 不乏巴哈认识的朋友 当为了下面的人 巴哈都做到了衣食同仁 大概到了20多层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一位 睿智的轮椅大叔 大叔赞同他们 为下面人考虑的做法 但他希望 他们都先束服务再动武 并不是每个人 都蛮横无理的 而且有个问题是 他们如果成功了 上面的人 谁又会听到呢 管理局肯定不会管他们死活 不过临层上的工作人员 倒是有一线希望 他建议他们用一个符号 例如他们脚下某个完好的菜 把它完好无损地运回零层 工作人员看到后 是不是会收到一些信息 在大叔的提点下 他们选择了一碗 意大利奶冻 并一路护送它 到了250层 一路下来 他们都合理地 给每个人分配食物 但这个数量 是建立在250层基础上的 然而 当他们抵达250层后 平台并没有停止运作 楼层的数量 比哥伦想的要多得多 而危险 也随着第一具尸体的出现 离他们越来越近 没过多久 他们就听到了女人的惨叫 格伦听出来了 是米哈罗的声音 当时的他 正在被一个壮汉乱到刺死 格伦上去阻止壮汉 巴哈上去阻止壮汉的御友 奈何对方的武器 是武士刀 削铁如泥 虽然他们最后 勉强爬了上来 但也身受重伤 血流不止 即便如此 他们也要拼死 护住最后的信息 那碗意大利奶冻 成为了他们 坚持下去的最后希望 随着楼层越下 尸体越来越多 有的私藏食物被烧死 有的命都不要了 还守着钱 平台最终在333层停了下来 格伦才智力一定是最底层 他叫巴哈抱好冻奶 他们就要上去了 这个时候 他就在床底下看到了那个孩子 亚裔外表的小女孩 这就是米哈罗要找的孩子 他爬下了平台 缓慢朝孩子挪去 就在这时 平台又启动了下降功能 他们守护的冻奶 必须得扔下去 否则他们会遭到 烧死和冻死的出行 巴哈不想坚持 一路的信号就此毁掉 休息了一会儿 周围也没有发生 任何的温度变化 两人松了一口气 女孩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目不喘 惊定着巴哈怀里的冻奶 再三思考下 他们把冻奶给女孩吃掉了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信息传送的任务失败了 可怜的巴哈 最终因失血过多 没能度过那晚 虚弱的格伦又产生了幻觉 他看到了死掉的崔玛 伊莫 米哈鲁 以及刚去世的巴哈 他们都在告诉格伦 女孩就是信息 让他把女孩放到平台送上去 影片的最后 格伦牵着女孩站到平台 降到了最底层的地下 崔玛告诉格伦 他不是信息 他不能跟着女孩上去 于是格伦下了平台 让女孩一个人随着平台上升 没过多久 楚楚端着一份完好的意大利冻奶 在后厨这里问责 他觉得冻奶没北吃的原因 是因为里面多了一根头发 他找了好几个员工发色匹配 最后把那个颜色最像的那位骂了一顿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对结局充满了困惑 为了解决这个困惑 首先要都明白 这个监狱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在某伴对这部电影里的简介中 就已经透露管理局开发这个监狱坑 其实是为了让这些犯过错的罪犯们 通过垂直自我管理 产生自发型团结 说通俗一点 就是让这些罪犯在里面变好 所谓的变好就是消除欲望 人人都只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 从而让食物到达底下 不会有人饿死 很显然 这个实验非但没解决任何问题 反而让这个333层监狱坑 变成了人间地狱 333层每层住两个人 得出总人数666人 666在西方宗教里代表着恶魔 导演早就用数字暗示了 能活下来的人都是恶魔 再来解答一下几个问题 管理局内部的工作人员 伊莫和那些做饭的厨师 他们应该是不知情的 即便他们在管理局工作了25年 但到了监狱坑都一视同仁 结局的小女孩是各轮幻想出来的 影片有好几个地方 印证了米哈鲁没有孩子 最有力的是 接待员伊莫的说辞 米哈鲁来监狱坑才10个月 就算是挺着大肚子来的 孩子肯定两岁不到 但我们看到的小女孩已经很大了 而且别人都说 米哈鲁找的是儿子并不是女儿 还有一点能证明女孩不存在的是 他们拿着意大利奶洞没扔下去的时候 楼层温度既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 说明他们根本没停在333层 而是直接到达了最底下 格伦和巴哈都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了 但因为死前心有不甘 所以幻想出一个女孩 让她吃掉意大利洞奶 并随平抬升了上去 后来女孩化身的意大利洞奶 真的抵达了临层 结果被做事细致的主厨 认为是里面多了一根头发 才没有人敢吃 所以她找遍了后厨 所有工作人员的头发 最后对一位发色最接近的人 发泄了一顿 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了 有网友说这部电影 接近了丹尼斯·韦伦纳瓦导演的 短片下一层 这部短片我也有解说过 只能说下层的设定有界限吧 下一层的阶级影域会更多点 但极客站台更像是个生存游戏 或者说如何让一个正常人疯掉 影片最大的bug 也是我一直困惑的地方 底部的人在横竖都是饿死的前提下 为什么不乘坐平台一起上去呢 而且格伦也对巴哈说过 如果食物派发完 他们就坐平台上去 所以这个操作到底可不可行 后来有网友解释说 平台上升速度和高铁一样快 没有人能在不计安全带的条件下 成功抵达零层 因为惯性会把他们拍死在天花板上 这个回答我觉得很可以 那么问题来了 意大利动态又是怎么上去的呢 欢迎大家到评论区讨论 今天我就废话到此 下期见